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乌安郡玄庆面西北部25公里的水岛是耸立在沙子上的,像鸡蛋一样的岩石 水岛高195厘米,周长300厘米,虽然不高,但经过了常年的风霜,依然屹立在原处 此水岛流传着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 很久以前,已对夫妇及其儿女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夫妇两人非常善良,但生活却非常清贫 有一天,一个过客借宿夫妇的家 我是一个过路人,天色已晚,可否在此借宿一宿,如不嫌弃,请进来吧 夫人,准备点吃的吧 夫妇为了过客,把过年时要吃的米拿出来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受到贵客般待遇的过客本想好好谢谢夫妇,但夫妇却拒绝了 来我们家的就是贵客,怎么可以要谢礼呢 哈哈哈哈,我去过很多地方,从没有人这么热情过 太过奖了 看来,您家并不富裕,要不要与我一起做贸易生意 贸易? 我去中国的南京做贸易 攒了不少钱 去一次,足够挣一辈子的钱 真的?哇! 听完过客的话,丈夫便决定跟着他一起去南京 真是天赐良机,我一定挣钱回来 要注意身体,安全回来 夫人天天盼着丈夫衣锦还乡 但几个月过去了,丈夫却了无音讯 每天去海边等待丈夫的夫人及其儿女 又冷又饿又累,最后死在了海边 几天后,棉花般的云彩覆盖了整个天空 一阵巨像,突然从水中崛起一座岩石 几川因这个岩石负着夫人的灵魂 所以被叫做能岩石 韩国语的能就是灵魂魂魄魄的意思 不过现在已被改称为水岛 水岛并不高,但水从来不会越过岩顶 不管水再涨,四十到五十厘米的岩石顶都会漏在水面 其姿态犹如等待丈夫归来的夫人 父亲村民们都说 如果水越过岩顶,就会发生不吉利的事情 此岩石的底部都是沙子 所以感觉一碰就倒 但不管挖再深,都不会挖到它的根部 感谢观看